早晨 吃完早餐 還未出機場 現在去鴻山公園 你現在的心情如何 是否很開心 今晚可以回家 我們現在來到鴻山公園 整個旅程最後一個景點 去完這裏就會出機場 進來這個公園覺得很悠閒 當地的居民都會進來逛逛 反正都這麼厲害 不如我們現在recall一下旅程 做個總結吧 第一天我們飛烏魯木齊 在那裏住了一晚 第二天我們繞過天山山脈 去到南疆的邊邊 去了博斯騰湖玩 第三天去了巴欣布魯克大草原 那天天氣很差 下大雨還下薄 第四天 繼續圍著天山山脈 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 去之前覺得這個地方很神秘 去到之後 原來真的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第一次見到這麼大的雪山 和這麼大的草原 下午我們去了哈棧奇民族街 那晚我們就住在伊寧市 到了第五天 我們就經過了果子溝大橋 去到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 蔡里木湖 接著就開始長征 搭了六七個小時 那晚就住在灰屯市 看看地圖 原來都已經繞著天山山脈 差不多走了整個圈 接著那天我們就開始離開天山 穿過沙漠地區 去到熱到沒命的烏爾和世界魔鬼城 當晚我們就住在布林津 第七天我們繼續向新疆最北的地方進發 去到俠立斯湖的風景區 我走了千多級樓梯 去到觀禹台那裡 還加訪了桃瓦族人 第二天我們就去了旁邊的和木村玩 裡面的和木河和白華林 我也覺得很美 下午我們就掉頭南下去看五彩灘 記得那天又是熱到沒命 玩完之後我們就停留在北屯市 已經過了一晚 到了第九天 旅程已經慢慢接近尾聲 我們就去了超有人氣的可可托海景區 看了押爾齊斯大俠曲和三號礦坑 第二天一早我們遊覽了酒店附近的可可蘇里湖 下午我們就一路坐車 坐了十個小時回烏魯木齊 中間我們就停了一個購物點棉花廠 第十一天我們在烏魯木齊參觀天山大俠谷和國際大巴澤 第十二天我們就要離開新疆了 旅程就很圓滿地結束了 我們就是這樣在北疆這個範圍裡走了這條路線 大家又猜一下距離有多長呢 只是我們的旅遊巴不算景區內的巴士 都有3720公里那麼長 即是相等於在柴灣去到羅湖 80次那麼多 終於來到旅程最後一日 最後一刻 其實是最後一刻來的 最後一個景點 其實這個洪山公園 我覺得都是用來攝影時間 因為我們差不多玩一個小時 就要出機場了 覺得由夢幻世界回到現實的一條隧道 是的 這個公園其實不太大 通常進來看見那個招牌 以為它很大 其實在一個釣魚區 有兩個水上單車 有些攤位遊戲 有些人可以坐電名車上山頂 就是這麼多 那你覺得這個旅程怎樣 我覺得很驚人 對我來說 我看到一些很大的東西 令人很細小 而且又明白到他們為何會著意 這些方面 不著意那些方面 我明白多了 因為地方太大了 對 著意不太多 對 我覺得他們的著眼點 就是生存和生活 其他這些都是小意思的 因為平時我們來之前 看了很多關於新疆的影片 其實很多景區都見過 但去到現場 就完全是另一種感受 是的 因為你的眼睛是近360度 但相片是平面的 所以你永遠都是不相同 不怕看片 不怕看照片 還有另一個就是環境的氣氛 環境的氣氛 所以才能給予你 是的 它的5A景區 真的建設得很好 所有設施都管理得不錯 是的 你說起5A景區 真的很興奮 好像很多天都是5A景區 是的 然後5A去到後 又有車坐 洗手間又很漂亮 最好笑的是 你進入入口 你的景區遊口 然後轉它的景區車 是的 轉它的車去到景區 都要坐過的鐘頭 是的 很會誇張 很會誇張 大到的地方 但我現在已經分到 一進入去不是5A 絕對分到 來到新疆就感受到 甚麼叫西域風情 大漠風情 是的 原來大字也不是亂用 它真的大得很厲害 真的大得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新疆也很值得來 那你覺得累不累 12天 對我來說有點累 因為我很怕熱 真的熱得很累 尤其是前幾天 每天都差不多三十七八度 因為每天都要拍攝 都要坐幾個小時車 然後太陽曬著窗口 所以我們要封閉咒 封閉面 對 頸部的手都會掉皮 就是這樣 也沒有辦法 這個天氣是這樣的 如果等待遲些 涼一點來的 有紅葉的 又會變得很多 超多人 超多人 很多遊客 踩爆景點那些 踩爆景點那些 很恐怖的 雙到滿了那些 如果決定來新疆 就是預計要坐內車 是的 即是每天四五個小時 多了十個小時 分開坐 吃一吃飯 然後再坐 因為我們主要去西面那邊 車車比較遠 我們去伊犁 但又不要太早來 起碼要像我們那樣 六月 即是開始有草 都要花了 七月就聚你獎了 我覺得現在六月是剛剛開 剛剛踢起了 剛剛開始旅遊季節 就差不多了 總之推薦吧 總括來說 你也會推薦給你的朋友吧 推薦 極推薦 好玩 真的好玩